準備好了沒有 就是現在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你好 你好 各位同學好 各位同學好 現在我們這個台灣朋友啊 出國的機會越來越高了 是 今天讓外國朋友告訴我們 各國的風俗文化禮儀 好不好 當然啊 也要趁這個機會好好教育他們一下 現在台灣哪些事情要注意 是不能做的 是 我們先要來講 這個人一見面要先打招呼嘛 對 來 示範一下 是要出來示範一下 身心國賢哥跟我 國賢哥 好 好 好 我跟妳講 妳不要說他有眼光 怎麼樣 他可以選愛 沒有啊 不一樣對不對 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樣的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對 對 就是女生 男生 打招呼的方式一樣 但是我們一個地方不一樣是說 你今天如果說你未婚 我可能就會親你三下 就祝福你趕快結婚 那我未婚 又沒有女朋友的話咧 親你二十下 從頭親到腳 好開心... 這樣就快點就換我 等一下 我們先講 這個他是已婚的 已婚怎麼打招呼 就這樣 你好 嗨 你好 那就親 已婚耶... 是兩下 已婚三下 好厲害 好厲害 這種豆腐你也要吃喔 很好的 三下 三下就是未婚的 未婚的 所以照理來說握個手 兩下就是已婚了 已婚的就不用示範了嗎 不是... 剛剛感覺不是太好 所以可以... 感覺不好啊 故意來示範一下 好... 好 這就發現打招呼 對 要錢打招呼 左邊一下 右邊一下 如果在手大家可能真的會接勇 把我那隻也親了 再熟一點是不是 對 再熟一點 還沒那麼熟... 要想熟是吧... 想熟是嗎 小記 小記你做 女的也一樣 女的也一樣 男生的一樣 怎麼知道 來...兩位先請坐... 怎麼知道有沒有覺得... 對 有沒有看手戒指 有沒有戴戒指 對 巴西人都不戴戒指 很多時候都不戴的 對啊 親完以後 戴了滿手的戒指 很開心 OK You are a good kisser OK 好 謝謝 巴西 要親親就比較歐美的習慣 Vigo的比喻 美國人怎麼打招呼 我也要學一個人嗎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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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了 我不要你 不想看... 我也不要你 好 那我選... 我選Ivy好了 好 耶 來... 在美國我們黑人 有一個特別的方式 黑人打招呼 有很多手勢什麼的 你怎麼知道 我是黑人啊 喂 什麼啊 我... 我... 我們都會這樣子 我不是... 18... 13小子 想不到Ivy在美國 她也是個台妹 對 美國的台妹 對 她是在美國的人 你們有套過嗎 還是你知道怎麼打招呼 其實有很多版本 版本 你們剛剛的慢動作再來一次 第一招 好 好 你們有套過嗎 還是你知道怎麼打招呼 好 1 2 3 4 5 6 其實這個 通常是尊重對方的 這一次 也可以這樣 對 好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就是來這個 對不對 對 可是男生 我男生也會這樣子 我怎麼看 對 這個比較Man一點 這個簡單 而且比較容易看到 對 對不對 很有兄弟的感覺 示範一下 可是美國真的這麼熱心 你們發出 他們在發揚電話中 小狗就是 發起 這是真的 美國真的很熱心 我們也會親 對 你們也會親 看哪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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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週會親 對象是誰 夏威夷比較會 怎麼親吧 因為我第一次認識夏威夷的朋友 而且他們直接女生 男生睡到我會睡 腳弱還是 有一點睡 有碰到一點點 對 男生也會嗎 男生女生 女生 男生也聽男生 男生男生 男生男生女生 男生男生也會啊 對 女生女生會 對 男生女生 也會 對 來 你們兩個示範一下夏威夷 還不錯 還不錯 叫你們碰碎對不對 其實那個 黑人那個手是很有趣 尤其我們球員 NBA的球員 他們有各種打招呼什麼 還有各種 有種帶動的感覺 對不對 也會打屁股 也會打屁股 這也會啊 打屁股 很Fan 好 他打下去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飛出去 黃飛 好 俄羅斯有嗎 哇他們好演 哇 厲害 哇 我們其實很優雅的 我們我們是比較優雅 但是 你看他今天走學生風 你看看 國際禮嘛 國際禮 就是要有禮貌 重點放在禮字好 那我是覺得我們我們其實有好幾個 那我就今天先選一路 一路 好 如果我們跟不認識的女生見面 第一次見面人家介紹 比如說這個是王一路 這個是阿仁先生 阿仁先生 絕對 自己說自己先生 王一路就不用小姐了 你是什麼別的禮貌啊 對 有禮貌吧你 王一路小姐 我殺人這樣就好 你好 你好 這個時候 剛剛我看到國賢哥 Joseph Joseph 喬屎夫啊 他喜歡把屎喬在一起 喬屎 這位喬屎夫 他剛剛自己把手先伸出來 給女生握 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 你跟女生見面的時候 尤其是初次見面的時候 你要等到女生 他覺得說你 他對你沒有安全感的話 他就是不會自己把手伸出來給你 你就 以遠距離的跟他吵 你好 你好 我這邊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 不是 不是 他不一定要親你的手 你這感覺有點過分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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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親手 也是我們從 這位有一個法國的朋友 法國朋友 我們從法國人那邊 因為俄羅斯有一段時間以前 大概18世紀 19世紀是滿學法國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高級的峰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子 你這樣子 我說 稍微 稍微聽一下 但是不一定要口水都沾著 對... 舔到每一個子縫 好... 如果我們比較認識的話 像我們... 我曾經在國際關係學院讀書的時候 碰到女同學 他們都會這樣 阿仁就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抱一下 然後手這樣子 對 可以抱一下 然後臉頰稍微碰一下 臉頰碰一下 女生對女生 如果真的很熟的話 她可能也會親到嘴喔 這個是俄羅斯的部分 這是俄羅斯的部分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們有分 有這個比較禮貌的 有比較親熱的部分 好啦 印度的 你不要跟我說你... 哪一個是我的... 哪一個是我的... 我自己的 對啊 打招呼 那他自己... 小靖 你好 老師 你好 這個最棒的 感覺他還覺得這個蠻正點的感覺 你想帶回印度 印度的話 每個人是看到男生 女生 老人 小孩 對不對 都一樣 一個... Namaste Namaste 對 然後這樣 拿帽子喔 可以我去練過瑜伽 對... 可以 瑜伽會Namaste 來 Namaste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你好 然後還有是 我們覺得是 給每個人尊敬 是小孩還有老人都尊敬 尊敬 然後我會做 然後你也會做 Namaste Namaste 就是這樣子嗎 對 就這樣子 所以印度這個比較古老的國家 都比較少身體接觸 跟太子很像 Sawaddi Kao 來 三彎豬腳 請回 對 對 你好 老師我也... 這是... 這很好看耶 你叫現代 現代 英國人 英國人應該很有禮貌 對啊 美麗之邦 對 其實英國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國家 比較保守 而且我們... 英國... 我看這種片子 我覺得英國人都是保守的 你沒看哪一種片 所以... 文藝愛情動作片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保守 照你看的片子的類型 沒有一個國家是保守的 英國人做什麼呢 他被騙啊 沒有 他看到是另外一面了 所以... 就是傳說的英國人 他們會表現出來... 第一次認識一個人 他們會表現出來比較冷漠 所以會有... 酷 對 有點酷 然後會... 不要太接近 不要太接近 然後要握手 這個... 不要緊 對... 又是他 又是... 喬屎夫 對...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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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其實男生跟女生也... 男生他們會舉動親一次 男生會舉動親一次 親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見面也會這樣嗎 第一次見面也會親一下嗎 對... 第一次... 就是這樣 然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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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這樣有沒有有點過分 還好... 遇到沒關係 太過分了 他說親一次 你說抱一下啊 那你要講清楚就是說 親的時候不能...手不能上來 你第一次說還要再示範一次是吧 再示範一次 不用了 因為我習慣自己想說要跟他跳支支支支支支 不用了 就是說我什麼人說 親一下你 對... 對... 但是男生 就是如果比較手的話 他們... 喜歡表現出來 他們是男子汗 所以他們會... 就是有一個動作是... 這樣 然後會... 這樣 What's up All right All right 碰肩膀 不是拉到... 像黑眼人是拉到胸部對不對 男子汗的感覺 男生是... 碰一下肩膀 對... 那黑眼人我覺得比較... 你囉嗦啦 好...謝謝兩位 謝謝 最優雅的 好...法國的朋友 好帥 有明星臉 真的 他真的很像一個明星臉 像誰... 我覺得像那個... 蕭斯蒂夫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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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他像蕭斯蒂夫王的 不是 你就知道一個人 蕭斯蒂夫王的 來 我來提示 他好像會射箭 Oh... Orlando Blue 奧蘭多布魯 他拍的是魔戒嗎 對 魔戒 這個魔戒 通電手 有人說過你像嗎 常常有 常常有 他是寬版的奧蘭多布魯 這許孝順版的啦 許孝順版 法國人很有禮貌 就是有見過的話 你就可以其實沒有問題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沒有... 你是暗示他是不是 他是說男生跟男生 不是 你是講你心裡話吧 不是 什麼 你... 你不行... 你不行... 那請你... 你不行沒關係 什麼我不行 他一直找你 好煩喔 我們你都通用 通用 你是國際菜 國際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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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算熟...熟悉的朋友嘛 等一下 假如不熟呢 還是說熟跟不熟都差不多 對 不一樣 就不熟就不會... 不會親兩邊 不會... 那不熟的話就這樣子 不會熟 這最簡單了 這是不熟 不熟 不熟 熟的 熟的熟的是 欸 沙發平 沙發平 好酥喔 好好酥喔 你剛剛講什麼 沙發平 沙發平 沙發平什麼意思 你在真的關心他身體好不好 你怎麼樣 身體好不好 你... 好不好 就是說其實最早的時候 他這個意思是 關心你身體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今天排便 排便順利 排便順利 你今天好問人家排便順利 是的 中國人是問你吃過吃飽 對... 你今天大便了嗎 好 老外超古怪經濟 讓人無法自信 好 好 如果是你對一信說的話 我閃給你這樣 如果快速的比的話 我閃給你快速的比 好 好 有沒有紅色的玫瑰 它代表的東西就是 有可能是外遇 那你想要讓外遇 海外裡 排便了嗎 排便了嗎 來...這樣比較要禮貌嘛 我不要去法國吧 你不能說好大了沒啊 你覺得好大了沒 他去法國便秘很慘耶 沒有大... 在巴西有沒有手勢 是不能亂比 對 巴西絕對不要比這個手勢 來啊 來... 或者說好熱 來 或者...來... 這樣子也不能比... 這樣也不能比 朝下... 那你這樣過來怎麼樣 這個動作 如果說你對一星座的話 我想跟你幹嘛 如果快速的比的話 我想跟你快速的幹嘛 不是... 不是... 你知道... 你怎麼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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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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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抖動了耶 他抖動了 所有人都抖動了 什麼手勢 美國不能... 那個好像外星人的手 這也是這個啊 這不一樣 是要收起來 這個 黑道會用這個 對... 你如果不小心比了這個會怎麼樣 可能... 會被... 到了二樓師 這樣子比我覺得 不小心會... 牛到筋 什麼... 會是會不好當啊 我們比較... 我們沒有... 比較沒有不好看的手勢 但是我們有自己非常特別的手勢 好...也可以來介紹一下 怎麼樣 這樣... 用中指彈下巴 這感覺是那種... 有點挑釁的感覺 就是... 罵人的 他覺得... 他覺得是罵人 他覺得是挑釁 好麻煩 是嗎 牙痛 牙痛 說 這個是... 我們來喝酒 真的嗎 我們來喝酒的意思 這是朋友... 朋友跟朋友嗎 朋友跟朋友 應該是朋友跟朋友 要不要... 在二樓師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 他的典故就是彼得大帝 在十八世紀 他有一個很喜歡的傭人 非常非常認真 很用心 他就說好 沒關係 你到哪一個酒吧 你都可以去免費的喝酒 他就為了這個東西 在這邊燒了一個道飲 在他的脖子燒飲 彼得大帝 在他的傭人這裡燒了一個飲 因為喜歡他 因為喜歡他 可是他... 以後他的那下半輩子 要到哪一個酒吧 他才有看到說 這是彼得大帝燒的 可是不值得吧 你敢不給我們分的酒 你看這個 所以來源就是這樣子 來源就是這樣子 沒有 還有有 還有什麼 對 老師 我教你 這一個東西我做的 說 這樣是不是一定是年輕人 看到比他老一點 一年也OK 長輩 對 是我們會做什麼 然後你可以用這樣 我這樣子 對 你這樣子對不對 你亂用了 沒有... 你聽到你在幹嘛 你聽一下 這一個 因為他在做一些壞事耶 在哪裡沒有 我們在上課 你們不要這樣好不好 因為每個人覺得很怪 東立 你是不是很羨慕了 真的嗎 沒有問題 我剛剛一蹲下來 我被發涼耶 我們也要嚇一跳好不好 遠一點... 再做一次 讓大家看一下 好 遠一點 遠一點 好 那一邊你OK吧 那筋要很軟喔 難怪你們離家之外 摸人家的鞋子 摸完以後 對 碰自己的頭 然後這樣都可以 對 然後人家是開心的話 他會這樣 是好運 是給你好運 那是這樣 要拍你的頭嗎 也可以 好 乖... 對啊 所以 在印度 閃到腰的年輕人特別多 真的喔 沒有... 沒有... 這個... 這個... 印度這種古老的國家 好酷喔 這種尊敬特別 對啊 難怪每個人都贏一下 英國有什麼手勢不能比的嗎 這個就是男生 如果男生做的話 然後是斗腳 斗腳 台灣很多人男女都愛斗 斗腳 跟台灣就是不一樣的意思 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就是如果男生做斗腳的話 意思是他們很像黑修 或者很像做愛 很像黑修 很像黑修 黑修 黑修就是... 就像斗腳的話就是很... 對 那就跟他那個一樣嘛 一邊斗腳 一邊用他們手勢 勞愛送禮住眉頭 把助教團都惹火啦 對 對 包裝起來 來這裡 裝備啊 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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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三位孤孤的禮物 到底是什麼 整個... 連麥克風的藍衛力鏡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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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耶 謝謝你 對不起 太好了 太好了 他送給他一次嗎 他送給他啦 這個力道很夠啊 力道很夠啊 他不過就... 好 那邊是一樣嗎 欸 妳知道是一邊讀酒 一邊用他們手勢 欸 那是你們國家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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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寶寶 這是我的寶寶 寶寶 阿倫喜歡看電視喔 我...不小心看到 我跟妳講 一直從臉在我身上 我看不下來 好 我們剛剛講那個禁忌的文化 碰到什麼你會覺得 會很倒楣 在美國我媽媽從小就開始跟我講 你不要隨便亂放你的頭髮 頭髮 頭髮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是黑人的文化吧 你從小就戴假髮了 你不要亂放頭髮 你要不要剪頭髮 剪頭髮的時候 那個頭髮剪完了 一定要洗完 要清潔 要清得很乾淨的 要不然呢 不然一個... 如果一隻鳥拿你的頭髮 就會變成... 惡運 惡運嗎 會有這麼無聊的鳥 不是惡運叫不好的幸運嗎 不好的什麼 不好的幸運 不好的運氣啊 不好的幸運 那個叫惡運 惡運 現在沒有...沒有一隻鳥 有辦法 如果我會到他的地間滿 你看 你很安全 永遠好運啊 我們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像我們俄國人也是很愛喝茶 喝茶我們就會就是自己的茶壺嘛 然後就家裡的人 或者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倒茶的時候 人家幫你倒茶 你看到你的杯子裡面 你茶倒進去 有起泡泡 你就是要去抓這個泡泡 然後就說 電機... 茶不是這樣 那個就是money... 感覺你剛剛有賣你 抓運 對 這是好運 我有一次 我以為要把泡泡拿掉 那泡泡拿掉了 可是手都洗乾淨了 對 好難喔 再講一遍 我有一個就... 錢... money... 對... 有一次 不是 我朋友幫我倒那個東西 倒茶 然後有泡泡 我的反應沒有很快 然後他先看到 在我的杯子裡面有泡泡 他很高很大隻的 他的手都很大 他就把... 放進去的這樣 然後就把船船泡泡刷出來 我就... 我怎麼會這樣 他還說乾杯...你... 你...你這樣子會介意嗎 我說... 沒關係 還會介意嗎 對啊 錢也給他賺走了 可是不會嘛 對不對 來 印度 在印度嘛 是... 你開車 然後你看到魯昌的中間 一個牛 現在是... 路中間有一隻牛 有一隻牛 牛... 牛... 母牛 靠... 母牛 然後... 我講英文 對... 然後他現在坐 對不對 他在...在走 對...沒有...他坐 坐... 牛坐在路中間啊 對... 我們沒辦法從哪邊走 開車的話 你沒辦法 他把路完全擋住了 對... 這牛是我們的繩 所以現在他坐那邊 我們沒辦法走 等他... 等他 對... 還有你會看到有些人 現在去拜拜那個牛 還有給他東西吃 他永遠都不會走啊 他... 對... 有很多時候 一、兩個小時他在那邊 然後很多人 後面很多車子沒辦法開 他們都是現在等哪個牛 現在走 然後... 所以大家不但不開車 還有的人會下去給他拜拜 對...給他吃東西 對啊 他們不只是咬 腰常常會閃到 他們其實交通也是常常 塞到 就是因為你在那個城市裡也會嗎 在市場裡面 也都會 對... 他們哪裡都有牛的啊 對... 來... 英國的呢 其實英國有一個機會 然後是不可以把鏡子破壞 鏡子... 鏡子不能打破是不是 鏡子不能打破 鏡子不能打破 然後有... 打破的話會 會有七年的倒霉 這麼準啊 七年的倒霉啊 七年的倒霉 但是有一次我小的時候 我不小心這樣 把我媽媽小鏡子... 打破了 打破了 然後我哭了 就是足足哭了七天 然後後來我媽媽說 我已經哭了七天 所以把倒霉 我所有的倒霉破... 對 破了 真的沒有 所以妳媽媽騙妳啦 對 不是在台灣 對啦 老師在台灣不是打破東西 碎碎平安就好 那是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我跟妳講 很多這種東西啊 我覺得都是那種... 我們講阿Q的想法 就是有點... 打碎東西那怎麼辦 啊 碎碎平安 找一個說法來安慰自己 像他那也是啊 打碎鏡子不好 你哭七天就沒有事了 沒有了 要不然小孩子真的... 心裡有那個疙瘩 對啊 怎麼辦 法國有嗎 有啊 當然有很多 就是... 基本上十三這個數字啊 是很特別 很特殊 對 星期五 十三號 對 星期五是更...就是更強的 所以法國人很怕 十三號星期五 就是那個時間很特別 基本上是會有不好的運氣 但是也有人會說是很特殊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那個時候會去買樂透 你知道嗎 就是反正很特別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對... 那一天的 露透的那個獎金啊 非常的...非常的大 特別在十三號星期五 對... 而且...對 誰都可以去... 對 誰都可以去買 買的人多獎金就提高 其實在歐美國家 十三號星期五 大家都覺得是一個怪怪的日子 對 好像是阿倫的生日是 十三月十三號 你是不是1913號 好 抽三個 你是一個十三點 十三點 對 今天是禁忌大群 就是告訴你 什麼事不能做 什麼話不能說 什麼禮物不能送 鏡子 鏡子不能送 為什麼不能送鏡子啊 好奇怪喔 台灣有沒有 台灣沒有啊 為什麼不能送鏡子 在巴西一個話就講說 你長那麼醜 長那麼有心靈 對... 照你一個鏡子 你搞清楚你長什麼樣子 對... 你比較照鏡子 你比較照鏡子 好 我們也有說這個 我們也有這樣子啊 可是我們不會有這個動作 不可以做 說不定是你長那麼漂亮 好好就是... 再多看你自己幾眼 對... 他的頭越來越大耶 你剛剛有大哥了耶 不好意思喔 我們不能送的就是這個 剪刀 石頭布 為什麼 剪刀不能送 對... 因為它是刺刺的 再來... 來... 你怎麼樣 你都會送的 來... 不要打到... 這種尖尖的 玩起來很可怕 尖尖的 不能送 為什麼 不管是刀子 針 剪刀 因為它有刺 為什麼 刺在我們俄國的文化裡面 是代表毒 敵...敵性的 敵意 敵意的 對啊 就是我不喜歡你 所以我送你一把剪刀 這樣子給你 我想刺你 對... 那人家如果不知道這樣子 他... 譬如說誰誰誰結婚 那人家就會說 你們有新的家 你們可能不需要刀片什麼的 人家送了這個東西 你至少要拿一塊錢給他們 說彌補一下 一樣一樣 好像這不是... 這不是送的 這不是送的 我給你買的 對... 台灣人也是 如果你送了不該送的東西 要給錢 對... 也不能送手錶 手錶都不可以 為什麼 手錶其實因為你對你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誰誰誰 送手錶的時候 那就代表說 你們的關係是有限... 不能永遠的 不能永遠 這個手錶還在跑的時候 還OK 萬一他某一天停了 沒電了 那你們的關係也等於是沒電 送你姐姐好幾個錶 你應該是打心眼裡 那你不喜歡他吧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很漂亮 姐姐一定會喜歡你 你又不是俄國人 不用擔心啊 為什麼 不能送香水 對... 是男朋友跟女朋友的時候 你不能送香水 這個太怪了吧 台灣人都送香水 送香水好像很常見吧 男生送女生 這個的話 現在我放在我的身上對不對 現在想香的 愛見的 然後沒有香的話 再見 香味遲早會沒有 對 所以會分手 所以不可以送香水 這個是印度的 對 印度的 愛姐也會隨風而去 你現在做事嗎 對... 我送你一整套 剪刀 菜刀 金針菇 不可以送的話 會送給你 我這就喝掉了 這是很古老的嗎 對 很古老的 已經很久了 然後我的朋友以前送過 她送她女朋友 對 然後是女朋友的話 是還沒她用的 她知道哪一個男生要分手 所以她送這個 所以他們趕快分手 女生自己說我不想 這是個暗示啊 對 有那麼嚴肅 還沒分手 對 我今天要分手的話 對不對 我也不可以講 不用講 送給她一個禮物 她知道 想分手 對 想分手 好 來 到了英國 送什麼不可以的 酒啊 酒 其實 送酒 對 就是在英國 我們不再會送烈酒 烈酒 烈酒 對 送福克 為什麼 是因為 就是我們會怕人 他們的身體 如果喝那麼多酒 身體不好 是嗎 我看英文這麼煩到 你多心了 你真的多心 沒關係 我國不來 這是你自己的想法 還是真的 英國都不送烈酒 我最方便啊 我可以拿 就比較普遍的 普遍 所以你可以送什麼 wine 可以 紅白酒可以 可是假如很烈的酒 烈的酒 就不送 那你不會送香菸嗎 真的嗎 可以送香菸 誰會送香菸 香菸應該不太好 也不太好 對 因為 是你個人不喜歡煙味嗎 因為英國香菸很貴 對 因為美國只有在監獄裡面 會很想煙 監獄會用那個交換 因為是很好送的 所以每次去國外的話 陪機場買 然後送給朋友 對啊 可是很特別啊 你絕對想不到 英國人不能送烈酒 怎麼想喝酒啊 我這邊要送酒 才代表感覺 口渴啊 口渴啊 他一定彈勃的 不過這邊有香水 對啊 好 烈酒不能送 因為我的伯父他 他就是每年他來我們的家 然後他 他一天有心臟病 然後但是他還是很喜歡喝酒 喝烈酒 特別是威士忌 所以我們就是每次他來 我們都會把酒 烈酒 藏起來 所以這不是 這不只是因為你們自己家庭吧 你說在英國大部分人都會這樣 對 好 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 他們英國人 沒有禮貌 他們英國人真的是很不好過 對啊 沒有白酒可以喝 沒有沒有烈酒 外國人不喝烈酒 怎麼服上去 和俄的馬桶也有 酒 對啊 我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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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的朋友是 俄羅斯的 人家說你騙人 怎麼跑呢 他是開玩笑的 是我們沒說 你每個小時喝酒 對啊 我們的馬桶也是酒 消毒 對不對 俗臭 法國 俗 這很奇怪 沒有很說不能送的東西 但是有很多規定 所以假設你要送玫瑰 你要一定是有規定 你不要亂送什麼顏色啊 什麼 然後多少支都要跳好 就很奇怪 就是更麻煩 因為你可以送 可是有規定 譬如說 對 你如果送一個你喜歡的女生 那應該什麼顏色要幾朵 這個就很複雜 有很多種 像黃色 黃色的玫瑰嗎 對 有那種黃色的玫瑰 它代表的東西就是 有可能是外遇 那你想要他外遇 就可以送他黃色玫瑰 就是 有這個 有這個可能 對 但是因為他的意思也更多 就是有有快樂啊 有就是輕鬆的 所以 所以你送的時候 其實就是 也要考慮很多 那像是 對 所以我們就是 變成說 其實不想送 就算了 麻煩 對太麻煩了 譬如說 我現在都送 就是台灣的茶葉就對了 台灣茶葉 送比較好 比較好保險 譬如說 你買花那個老闆 他他懂不懂 譬如在法國 問那個老闆他知不知道 連賣花的人他都不懂 都搞不清楚 真的 太多規則了 好麻煩喔 所以你看他說沒規則 其實沒規則也是一種規則 它規則更多喔 更麻煩 對不對 好啦 我們要送禮了嘛 老外要送禮給我們的藝人朋友 藍希了吧 藍希 要先送好東西給... 對 好東西給... 今天很受歡迎的 喬屎夫先生 什麼好意思 好東西跟帥哥分享 謝謝... 是禁止嗎 是禁止嗎 禁止... 禁止啊 禁止我還好 因為我本身帥是不是 對 對 看... 外國人都喜歡 一送禮物 對 包裝起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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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很可愛 送禮 這個不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知道送禮什麼意思 就望妳一路好走啊 送妳去... 最後一段路了 可... 說不定她是送一路順風的 妳又來了 不是... 妳怎麼都給人家這同個解釋啊 對不對 送Nancy鏡子是表示妳很漂亮 送妳...她說什麼一路順風 那不一樣嗎 送鐘啦 怎麼說一路順風呢 對啊 因為台灣是取諧音嘛 送鐘 沒有 那時候 其實我跟伊菲的相反一樣 好可愛的鐘 這是她自己發聲過的 所以妳巴西如果送鐘OK的嗎 沒有 在台灣送的... 在巴西OK 在巴西OK 妳在台灣送誰 我送我同學 而且買很多 妳也是送給大家一群人鐘 送家一九九那種的 妳送到好多鐘啊 妳同學是台灣人嗎 台灣人啊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 她同學死一次不夠 不是人啊 妳說送很多 她應該是公祭吧 送很多咧 對 這在台灣很不吉利 不能不能這樣 妳這個如果賞杯看到會... 她已經送妳了 妳給她一塊... 我這個是要給妳錢 給她準備好錢 我看這個老外 沒什麼好心眼的 五百... 五百... 五百有... 五百可以 你是要給錢啊 要五百塊 你賞騙我 有資金就有了 回去了... 好了 第二個 我們要做靈異節目 好可怕 第二個恐怖的禮物 沒有... 沒有恐怖啦 要送給誰 我是先個挑選 這位美麗的王妍小姐 好 我跳很久 喜歡妳喜歡 跳很久對不對 跳很久 什麼啊 你們真的不會是華東話 浪漫啊 這個浪漫啊 這個很漂亮耶 很漂亮 你有交過台灣女朋友嗎 有啦 是不是分手了 分手了 沒有透明 又沒關係啦 我... 我... 我覺得好像很浪漫 可是聽說 就是上風鈴 就是取諧音 就是分鈴的意思 分鈴啦 你們安安分不清楚 風鈴跟分鈴裡面 你才分不清楚耶 我想非常清楚 老外來教我們 我還講髒話 老外來教我們講斯文耶 那個很多錢耶 囉嗦啦 我看看...我看看多少錢 這99塊啦 最多 390啦 好啦 反正你也沒有想跟他在一起 不用給他錢了啦 對不對 還有...還有一個 跟分鈴有關的 這個椅子 耳環也可以戴啊 你戴啊 耳環 不戴在鼻子上幹嘛 你真的送過啊 送過... 我有一次跟當時的女朋友去墾丁 還真的是女朋友 真的...當時還真的是女朋友 他有沒有生氣 他有生氣 然後你再請他吃梨子 大王 你不要生氣 我們兩個來分鈴吧 對啊 超級 你是不能兩個人吃 對... 吃梨子不但是男女朋友 家人 尤其是... 有人生病的時候啊 不可以送鈴 分鈴 對 好了 來 第三位恐怖的禮物 到底是什麼 M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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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收工了 FILLER MICLE來了 MICLE來了... MICLE來了... 音樂不對 現在是恐怖的要FILLER F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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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連MICLE來會... F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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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知道耶 這個 是怎樣啊 送還他 我... 這個... SORRY 不要... 他送你來說他做OK的啦 你這個力道很夠啊... 差不多... 你這樣... 你有送... 你有送過菊花啊 我常常會送啊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有時候... 你送過幾次菊花 我會喜歡女生 然後要跟他交朋友 所以你送過好多次 很多次啊 那你的女朋友 他們都不見了嗎 他們都活著嗎 他們沒有不高興嗎 好像就不高興 我不知道耶 我每次會送 那你這樣怎麼會有女朋友 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難怪... 難怪 他有 可是都零件比較多 每天... 每天牽著看不到的女友 你怎麼樣啊 好... 這個是在... 這個不好啊 尚禮... 拜仙人的 這樣假的 拜祭仙人 在故事 有話是我曾經送過了 妳送過啊 對 我送過 妳送... 我送給我台灣的朋友 因為是她 所以我怕去... 她過生日 妳確定她是生日還祭日啊 她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麻煩了 就把生日跟祭日 從一邊 都結束 Nancy犯大忌 既把香灰往馬桶倒啦 然後說來 八小時我幫忙一下子 然後就把 神桌... 神桌 那個香灰 然後去馬桶沖掉 都很乾淨 馬桶沖掉 很安靜 妳把香灰倒到馬桶裡沖掉啊 你死定了啦 結果我們那時候 他們一回來 沒能夠傻眼 然後這個 那奶奶看到 你講台語 妖怪喔 你先讓我死是不是 我不要死 我講台語 妳送完以後妳就知道不能送 對 然後最後一件很... 真的還蠻... 還蠻尷尬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男朋友 出我男朋友家 然後說來打掃廚好幫忙一下 她剛好去她的... 她醫院接她奶奶出院 那時候我來打掃 大師傅好像說 把神桌留到最後 開始清... 神桌... 神桌 從那個神像 清得很... 神像還... 又... 對啊 然後還有那個... 排位 清乾淨 然後還有那個石灰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香爐... 香爐... 把香爐洗乾淨 把那個... 然後去馬桶沖掉 我們都很乾淨 馬桶沖掉 很乾淨 妳把香爐倒到馬桶裡沖掉 妳死定了呢 妳 剛妳分手吧 結果我男朋友他們一回來 每一個都傻眼了 我想他們應該會很開心啊 你細節幫我打掃這些的 一直罵... 然後那個啊 他奶奶就看到 就講台語 要死喔 你先讓我死是不是 然後要死 講台語 然後一直念一心 一直念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不懂 然後想說是不是奶奶 可能是不是有預感說 他真的是不是要掛了 因為聽說快掛的人 可能會有預感 什麼有預感 那我沒有想太多啊 我之後再知道是不能亂青 大象才會有預感好不好 大象才會亂青的 乾脆我們就讓老亂知道一下 台灣有什麼禁忌 來 妳坐到那邊去 妳老亂... 上來... 她是老亂 你說這個東西 這個我知道 妳只知道台灣的禁忌 還是說外國也有 這個還好 美國好像是白色的... 白花 白花 白色什麼花 白花 對 我們的也是白色 因為那個是 Funeral 就是死掉會用 白色花 白色花 Easter也會 Easter 復活節啊 可以送還是不能送 可以送 可以送 那時候因為那個 那個為什麼找白花 然後為什麼Funeral的時候用的 不是啊 Easter是 耶穌死掉 對也是 所以妳是紀念她死掉的日子對不對 可是我也是在台灣 我送了一個德國的朋友 一個德國媽媽 因為她對我很好 我在母親節送她康乃欣 她就... 跟我白臉色 康乃欣嗎 康乃欣為什麼 母親節不是送康乃欣嗎 她都在德國是 祭祀跟葬禮才用 有什麼禁忌 我說... 不是全世界都說母親節要送康乃欣嗎 是不是這樣超有趣 我們俄國黃水仙 黃水街不能送 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來告訴外國朋友 台灣到底還有哪些禁忌 你們以後千萬不要再犯了 台灣其實禁忌我覺得還蠻多的 因為中國人一般比較迷信 像比如說 像你們如果有同桌吃飯的人啊 家裡如果是有在開... 就是開船或是開漁船的啊 如果你吃魚的話 你都只能吃同一面 不可以吃翻面 就如果翻過來的話 表示這個船會翻 會出事... 會出事情 所以你吃魚只能吃單邊 你不可以把它翻過來吃另外一面 要不然就是說 你吃完這一面之後 你透過那骨頭去夾另外一面 可是現在很厲害的話 都是用白魚都會做 白魚是直接都弄起來 直接就吃到了 對 中國年的時候 你吃魚不能把它吃完 表示你年年有餘 就是你會剩很多 會很富有的意思 而且不能的時候吃水餃 不能說吃水餃 要說吃圓寶 對 這太多了 而且不能拿尖的東西 鞋子啊 不能什麼 不能送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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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送鞋的意思是叫人家走路 對 你知道嗎 吃飯的時候不可以把筷子 插在那個... 我一來的時候 很可怕耶 我一來的時候 我去自助餐廳 就在那邊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這樣子插進去很方便 他就不會滾下去 對啊 然後我就插進去這樣子 我就插進去 坐在旁邊那個男的這樣 然後我放下來 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對 他就當時看了很久 你知道那什麼意思嗎 就是給死人吃 就是給死人吃的飯 對... 腳尾飯的 我也被一個歐巴桑罵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都不知道 然後... 不能玩這樣 然後我就會嚇到一名陌生人 我的飯跟你什麼事啊 對... 對... 這個講不完了 我有一個問題 有一次我在跟朋友一起吃飯 我的樂團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 音樂家他們很喜歡玩東西 Rhythm 對啊 做了一些Dance然後唱歌 然後我們一直敲杯子 然後有一個台灣人 就一直看我們... 然後就生氣 不能敲杯子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杯子吧 應該是不能敲碗 都不能 敲碗 敲杯子都不行 杯子也不行嗎 都不行 因為會發生想 他就是... 老一輩人認為說 這是乞丐的行為 要你丟錢下來 所以在敲那個時候 對... 這是大人喔 不希望小孩子敲 是覺得你以後會當乞丐喔 對... 我看過一個電影 敲碗會遭亡魂 對 來吃飯最後 我的天啊 還有半夜吹口哨 只有一種情況 你可以敲碗了啦 敲杯子 就如果你是朱中慶 打擊樂團的話 各位 這次愛有太多了 我看一下兩集才講得完 今天呢 先提供一部分給大家參考 反正記住 以後要送東西 給你的台灣朋友 先問一問其他的台灣友人 我送這個 乾杯賽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的追求 今天下個 拜拜